一条食人鱼将众人包围 女人想划船逃跑 却被食人鱼拖向了远处 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 女人拼命地游向岸边 还没等她上岸 她就被食人鱼一口吞掉 其他人得赶紧离开这里 他们让黑妹顺着揽绳 划到对面的船屋 启动船屋的引擎 带大家离开这里 可当黑妹到达船屋后 却发现船屋的引擎草地坏了 这时阿伟不声不响地 开始了她的计划 她将一条鱼放入水中 充当诱饵 众人等待了片刻 食人鱼果然上钩了 阿伟举起喷子一枪解决掉了她 这下食人鱼终于被消灭了 阿伟开始嘚瑟地烤起鱼肉 可是突然 看来食人鱼不止一条 阿伟的煤具罐还被食人鱼撞倒 燃烧片刻后 煤具罐炸飞到了船屋 接着整个房子发生了爆炸 大山见状 她奋不顾身地游向黑妹 黑妹的母亲为了掩护大山 她割破自己的手 吸引食人鱼 大山最终救下黑妹 但黑妹的母亲却被活活咬死 此时食人鱼越发猖獗 他们开始不断地攻击房屋 眼看房子就要沉入水底 这时远处驶来了一艘游艇 一个叫地中海的男人走上屋顶 原来这几条食人鱼正是他买来的 正谈话间 食人鱼突然发动了袭击 地中海连开几枪也跳进了水 此时食人鱼正在慢慢向他靠近 大山提示打出一发信号弹 吓跑了食人鱼 现在只剩最后一条鱼 众人决定追上去将它彻底消灭